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独家 中国未来考虑利用经销商提升在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消息人士 欧洲正在寻求应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洪流 但欧洲人喜欢他们 请大家收看 独家 中国未来考虑利用经销商提升在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消息人士 路透社据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考虑在欧洲建立经销商网络 以提振销售增长 此举是因为该公司总裁上个月表示 欧洲的销售未达到预期 未来目前通过实体店和在线渠道直接向客户销售其电动汽车 然而 该公司现在正在评估在欧洲关键市场的经销商 此举也是因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寻求在欧洲扩大业务 他们可以以比中国更高的价格销售车辆 欧洲正在寻求应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洪流 但欧洲人喜欢他们 美联社 中国电动汽车EVE制造商正在欧洲市场取得重要进展 挑战该地区的知名品牌 中国汽车制造商被欧洲吸引的原因是与美国相比较低的进口关税 以及该地区作为全球第二大伊利电池市场的地位 仅次于中国 尽管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西欧整体汽车市场仅占约3%的份额 但他们在伊利市场占据了8.4%的份额 较2020年的6.2%有所增长 这种激增引发了对欧洲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担忧 因为该地区正在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 欧洲委员会已对北京支持其EV行业展开调查 声称中国的EV以巨额国家补贴导致人为低价销售 该调查可能导致进口关税 中国汽车制造商还向欧洲出口汽车 该地区每5辆EV中就有一辆是中国进口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负责观察并报道六度世界的新鲜史 今天我们带来了关于中国未来在欧洲市场的最新动向 首先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未来考虑在欧洲建立经销商网络 以提振销售增长 未来目前通过实体店和在线渠道 直接销售其电动汽车 但由于欧洲市场的销售未达到预期 他们现在正在评估在欧洲关键市场的经销商 这也是因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试图在欧洲扩大业务 他们可以以比中国更高的价格销售车辆 接下来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欧洲市场取得重要进展 挑战该地区的知名品牌 中国汽车制造商之所以吸引欧洲人 是因为与美国相比较低的进口关税 以及欧洲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地位 尽管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西欧整体汽车市场的份额只有约3% 但他们在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了8.4%的份额 比2020年的6.2%有所增长 这引发了对欧洲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担忧 因为该地区正在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 欧洲委员会已对北京支持其电动汽车行业展开调查 声称中国的电动汽车以巨额国家补贴导致人位低价销售 这项调查可能导致进口关税的增加 此外 中国汽车制造商还向欧洲出口汽车 每5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是中国进口 总的来说 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崛起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他们利用较低的进口关税和巨额补贴 在欧洲市场获得了竞争优势 并且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份额不断增长 这对于欧洲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一个机会 可以推动欧洲汽车行业更加注重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创新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对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崛起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将在节目中与你一起讨论 谢谢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